我跟这个车里点决裂了 从此以后不走这个车里点 我觉得我俩性格不合 就比如这一局 我出生在了展览馆 直接到新区摸一波 顺便还嘎了一个人 打完架直接就进游局 刚进屋还没准备去搜呢 有一个踩玻璃的声音 十字路口的机器手在疯狂的开枪 肯定有人 门口躺了一个 屋里闪过去一个 先打个天枪 就在屋子里 外边的机器手还在开枪 那起码有两个人了 先支架一个 直接掉 那就是外边还有一个 哦 里屋还弹了一个 那就是一共有三个尸体了 左边门是开着的 有动静 直接又干掉一个 那就是四个尸体了 那开肥了 还好有棺材包 想想这一波 得发大财 还有人开枪 那又是还有人 有一个脚步 先扎根针 再来一个人 把他打掉 就装不下了 过来了 他还打了个天枪 不过还不是出击步枪就好说 拉出去给他打掉 太肥了 一屋子的人呀 还好有大包 心想着怎么装包呢 又来一个 从邮局方向又过来个人 搞定 准备填包吧 这可是大丰收 一堆顶级子弹 负重已经红了 84公斤 只能扎针 一根十万的 再来一根六万的 都是小钱 只要这个波撤出去 那就是血战 正好包里有一个 绿色的心肝棒 从这个点直接撤离 这个点从开始到现在 我一次都没从这里撤离过 因为上次这里有bug 所以准备尝试一波 第一次从这里撤离 怪紧张的 好 更好的 再来一条